我們看下這題目 最後下列兩小題的定積分之詞 首先我們看第一小題 這原式 這等於 這積分 這是 四分之一 x四四方 那麼這減掉 這積分 這是二分之一 x平方 這加上 這積分 這是2x 那麼這從2到4 這等於 這以4代入 減掉 這以2代入 所以呢 這裡是 以4代入 那麼 四分之一 去乘以 4的四四方 那麼減掉 這是二分之一 去乘以 4的二次方 然後加上 這2乘以4 這是8 我們直接把它寫下來 那麼減掉 這x以2代入 那麼這是 四分之一 去乘以 2的四四方 那麼減掉 這是 2分之一 去乘以 2的二次方 這加上 x以2代入 那2乘以2 這是4 那我們算一下 這等於 這約掉一個4 所以是4的三次方 這是64 好 那麼減掉 4的二次方 是16 那麼 乘以2分之一 這是8 那這裡再加8 再減掉 2的四次方 這是16 16乘以4分之一 這是4 好 那麼減掉 2分之一 乘以4 這是2 然後這裡 再加4 好 那麼這等於 這裡呢 我們得到的是64 然後減掉 4減2加4 那麼這是6 所以呢 我們算出 第一小題的答案為 58 這個答案 接著我們看第二小題 那麼我們先清除一下畫面 第二小題 這原因是 這等於 這積分 這從1到16 那麼這裡呢 是x 然後加上 44 根號x 那麼我們把它顯示 x的四分之一四方 好 那麼這等於 這積分呢 這是 2分之一 x平方 好 那麼加上 這積分 我們會先得到四方的加1 所以呢 這是x的 四分之五次方 好 那前面要乘以 次方的倒數 所以呢 這是乘以五分之四 好 那麼這從1 到16 這等於 這x以16帶入 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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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以16帶入 這是2分之1 去乘以 這16的平方 然後加上 這是五分之四 去乘以 這16的 四分之五次方 好 好 那麼減掉 這x以1帶入 所以呢 這裡是2分之1 加5分之4 好 那麼這等於 16的平方 再去乘以2分之1 那麼我們直接是 8乘以16 我們算出 這是128 好 那麼這加上 16的四分之五次方 那麼我們計算在這裡 16呢 是2的四次方 然後這括號 這是四分之五次方 這次方相乘 所以我們得到 這是2的五次方 那麼也就是32 所以呢 這裡是5分之4 去乘以32 我們得到 這是5分之128 好 那麼減掉 這是2分之1 加5分之4 我們經過計算 我們算出 這最後答案是 152 又 10分之3 這個答案